车圈爆发料 八卦时间到 前两天的粤港澳车展 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又已出惊人了 他表示啊 车展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 今天买加油车就像在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 此话一出争议自然是非常大 不过呢 纵观国内的汽车市场 无论豪华还是清明 去 油 通电 似乎已经成了所有传统车企的必然选择 只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马自达 护轮火的时候 马自达就只玩自己的自吸 那么现在新农员火了 他又在用全身心抗拒电动化 普畅这辆车叫做CX30 EV 马自达国内在售的唯一电动车 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很正常啊 因为人家本来就造得很糊弄 也懒得花钱去宣传 在整个四月份呢 这台车的销量只有零台 光看这个外观就知道它有多白烂了 套了一个油车的车壳 直接拉高底盘往下塞进去一个电池 从侧面看啊 好像整台车在踩高桥一样 这个比例真的是相当不协调 那你就差拿个大喇叭在耳边喊 我是油改电 我是油改电 爱买不买 爱买不买啊 一个能够设计出混动的车企 为推出这种东西 你可见整个公司上下还是多唾气电池 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 这年头连AMG都在琢磨着推出纯电版本的 马自达居然还在砸重金研发直列六缸发动性 并且准备应用在新款的CS60上 哇塞 我都想站起来鼓掌啊 真是勇气可嘉啊 现在看马自达就好像在看十年前的 诺基亚摩托卢拉 你可以说它是明蓝不灵 也可以说这是坚守本性 那么结局是会走向辉煌还是溺亡 相信时间也会留我们答案吧